好的 4号 女嘉宾你好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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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出去打工吗 我现在是老马 没时间 我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你要是找到另一半了 你到女方家住可以吗 可以 那母亲怎么办 我还有老妹妹 她谁帮她照顾她都可以 这个其实母亲并不是说 必须的你照顾 是不是啊 兄弟姐妹都可以来照顾她 我大妹说 妈妈说 人家说了 你需要到我的城市里去定居 这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 不是 这个阿姨 这位阿姨可不是随随便便问的 这位阿姨我听出来了 我们爱的选择的房姐 好几处房产 而且都是非常贵的房子 不差钱 它差的是感情 它可以对方没有住房 阿姨我说的对吧 对 文文 哎呦天 叔啊 反正你要跟他在一起 那反正阿姨肯定不挑你房子的事 那一三五二四六 那同个房子对待 住都住不过来 男嘉宾我还想问一下 你一米七八 我一米五六 能接受吗 一米五六 稍微大 还得分也行 我同学跟外面说 东平啊 你这倍要是那么高了 差不多就行了 不是 我跟你讲 咱们女嘉宾 虽然是一米五六的个子 但是呢 家庭生活非常的优秀 人也非常的优秀 所以啊 她是属于精华型的 但是你别觉得你是降低标准了 我先去 实际和别人都捣过了 本天早了半天早了三天 那你不害 早了还比我哥害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叔叔有点伤人了啊 还整个拿个说 还找个皮外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阿姨 比你前前优秀百倍万倍啊 因为有比较 她才会这么说 所以呢 大哥 咱们再婚或者再找新的感情 千万不要和之前的比 感谢你孝顺 使我挺敬佩 我看好你了 好 谢谢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谢谢 男嘉宾哈 你表达完真实的自己之后 我们能够在你的思想上呀 或者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能帮上忙 而有的时候 就是那句话叫中言逆耳 所以说你们别往心里去 别不往心里去 不是 不是 叔叔你说你要面吧 你也不能要这方面子呀 对不对 要面咱说 你这媳妇对你好 做一首好菜 人家就给你梳大拇指 什么比个儿啊 比啥呢 那有啥用啊 也不实在 没有啊 所以说你调整好心态 马上就要跟人见面了 那说话唠壳 必须得走正道 来吧 接下来男嘉宾呢 要选择一位女嘉宾 上台来和她聊聊天 所以女嘉宾跟您聊过之后呢 可能您有些迷茫 这样啊 来听一听瑞来和文文的建议 好不好 来 其实我们每次啊 男嘉宾一上场之后 那就是一二三四五 这么往下排序 对吧 争先恐后地要说话 我发现大哥 这一上了之后 这么苗条 又是咱们本息的这个男人 山水耿直啊 你看咱们一号姐姐一激动 人绕到最后人才发言 所以呢 一定是啊 对大哥特别 有这个心跳的感觉 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讲 大哥对一号姐姐 一定印象深 因为咱们从二号开始说的 反而呢 给二号姐姐造就了一个机会 二号姐姐说的 同样伺候老人 你看这样的一种孝心啊 上哪儿找去 是不是啊 我这人觉得有点现实 我才第一次 你还能不能说四号吗 对 我觉得 四号都生气了 我跟你讲啊 叔叔你就是不现实 你知道吗 你比的那些都是过去时 你得看未来 你知道吗 房姐 超前看 我跟你讲 你要娶了房姐阿姨 你前妻啊 那肯定记得完了 我就这一句话 你自己寻思吧 最后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选择一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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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